第一次在国外过年 说实话又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但是也有很让我提振我的信心的一种感觉 就是真的中国强大了 今天孩子在上课 然后所有的人都放来了祝福老师同学 然后今天上课的内容也都是关于中国的新年 然后因为班上就我儿子一个中国人 然后老师们找了一些这个PPT 找了一些文章来让每个同学来念关于中国年 然后特别让我儿子对于中国年进行了一个介绍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能够被世界人民认可 然后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所愿意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民族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中国加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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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